今晚要说的是关于4S3新增的一个比较炫的东西,叫什么?它里面的动画,是吧? 动画这个东西的话,按理来说的应用场景不是非常多,那么有时候要用到 这个动画的应用场景呢,主要是用在哪里呢?首先是用在什么呢?主要是用在这个专题网站上面 什么是专题网站呢?就是我们网站要做个活动,是吧?比如做个什么活动,是不是要做一个专题网站呢? 做个活动是为了什么?为了促销网站是为了促销,所以会做很多专题,是吧? 比如逢年过节的时候,有什么节气就做一个专题吧,是吧?没有节气会创造一个节气出来,是不是这样的? 创造一个节气出来,然后做一个什么专题,是吧?做专题的时候一般会做很炫的效果,是吧? 比如说一个东西弹出来,然后闪光啊什么的,是吧? 好,做一个很炫的效果啊,那么这是一个实际开发中时嘛,专题网站的话一般做这种效果就比较多啊 那么我们主站的话一般很少用动画的啊 主站的话如果用动画就显得什么,显得有点熟了啊 显得有点low啊,就是专题网站会做啊 做这种动画,还有一点 大家知道做什么,哪个地方会做动画呢? 就大家如果想做一个个人网站来显摆自己的技术的时候啊 可以做这个啊,做这些动画啊 做这些动画可以把别人杂蒙了啊 真的可以了,是吧?那也不懂CS3的那个动画的人 哇,这个太炫了,是吧?好厉害,是吧? 对于不懂那个动画的人啊 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啊 这个动画越炫越好啊,你的这个个人网站是吧? 做一个很炫的动画啊 也可以什么呢?体现你的技术吧 啊,这两点啊 专题网站会用到啊 然后是我们的这个个人网站啊 如果想做的什么呢 呃,想炫耀一下技术啊 有时候也需要炫耀一下,是吧? 就要学了这么东西,是不是得炫耀一下啊 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吧,是吧? 那么就需要做动画啊 好,那么CS3的这个动画的话 来看一下,它这个动画是怎么做的,是吧? 它这个动画的话,其实上也不是太复杂啊 那么,首先是CS3有一个什么? Transition动画啊 这个动画的话是怎么呢? 它是需要什么呢? 一个过渡的状态啊 需要两个状态 两个状态之间的话,就可以什么呢? 生成一个动画啊 是这样子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ransition动画是怎么做的啊 好 它需要两个状态啊 那么来看一下啊 明明上这个是Transition动画啊 好,最简单的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拿一个Bob斯吧 好,这个Bob斯啊 好,这个Bob斯的话 那么这个Bob斯我来写它的样式啊 那默认的这个Bob斯呢 它的样式是Bob斯啊 假设它的宽是什么呢? 宽是100,100片个石啊 好,高度也是100 是吧? 然后背景色的话,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购的,是吧? 好 那么是这样的一个盒子 那么这个盒子的话 我给它来一个 另外一个状态 就是Hover的状态啊 Bob斯这个Hover的时候啊 Hover的时候怎么样呢? 我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宽度我给它来一个600 是吧? 600片个石啊 好,高度还是100啊 好,那么我可以直接写这个状态就行了啊 写这个 它会继承下来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写完这个之后 我们来看这个效果是吧? 看这个效果啊 好,这个盒子 我是不是手边放上去的时候怎么样? 它是不是瞬间变宽啊 是吧? 瞬间变宽吧 好 这个变化是一个瞬间的状态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跳变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跳变的 那么这个应该不叫动画吧? 相当于是瞬间变的啊 好 瞬间 是吧? 好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做一个什么呢? 变化的状态 是不是可以产生动画啊? 是吧? 比如这是第一个状态啊 这是第二个状态 我想做一个变化的状态啊 这个状态的话 就可以用到我们的这个transition transition 好 transition的话 那么实际上它有几个值 这几个值来设置啊 这几个值的话 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用一个transition来什么呢? 把它设置完 所以这几个设置项的话 可以怎么样呢? 大概的了解 也不用记了啊 那么一般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值来表示它就行了啊 比如说我设置一个transition 这个transition 那么怎么设呢? 首先是 这个transition 要设在原始的这个盒子上面去啊 这是一个跳变的状态吧 设在原始的这个状态上面去啊 设在这里啊 来一个什么呢? transition 好 写这个就行了 是吧? 首先是 你要在什么上面做动画 是吧? 那么我这个时候是吗? 是不是宽度变呢? 好 是宽度变的做动画吗? 好 然后接着是什么呢? 是这个动画的什么呢? 时间啊 就是你这个动画 要花几长时间 是这样的啊? 几长时间啊 比如说动画是一秒钟 是吧? 或者是动画是五百毫秒 是这样的啊? 好 假如说我来个一秒钟 是吧? 一秒钟啊 然后的话 第三个指是什么呢? 第三个指是设置这个动画的 这个过渡的什么呢? 运动方式啊 什么有匀速的 有什么呢? 缓冲的 是吧? 那么用的最多的 就是这个缓冲的 缓冲的话 接近于什么呢? 自然的运动吧 是吧? 我们自然运动的话 我们人走路的时候 是不是先有一个 加速的过程呢? 然后再停下来 是不是有一个 结束的过程呢? 是吧? 你在路上 走着走着 突然停下来 是不是把别人吓一跳啊? 是吧? 不有神经病的 是吧? 是吧? 你是慢慢停下来吧 是吧? 那么走的时候 也是慢慢地先加速 再走吧 突然站着不动 突然一下走了是吧? 是不是很吓人呢? 这个不是自然的状态 是吧? 那么用自然的状态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意子 是吧? 意子啊 好 那么来一个什么呢? 意子是吧? 好 那么我们先设置 这三个状态啊 设置完都怎么样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好 再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是吧 来看一下啊 好 我放上去 是不是有动画了? 是吧?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动画就产生了啊 好 这是个动画啊 好 那么 我们可以设置很多状态 是吧? 好 那么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指示是什么呢? 就是延迟 延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这个动画 什么? 要发生动画的时候 怎么样? 可以延迟一下啊 延迟的话 也是一个时间啊 比如说 我延迟个一秒钟啊 后面再写个ES 那么这是一秒啊 毫秒的话是MS 这个S的话 就是表示秒 好 延迟个一秒钟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再刷新一下 是吧 虽然这我鼠标放上去 先等一秒 再动 是吧 然后移开的时候 然后移开的时候怎么样? 等一秒 再回去 这是延迟啊 好 等一秒再动吗? 等一秒再回去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 我们这个时候 是不是只做了一个宽度的动画啊? 是吧 好 假设说 我还想做其他样的动画 比如说我高度也变一下 是吧 比如说高度变个 也变个 高度变成什么呢? 高度变成这个500 是吧 500PX 是不是可以啊? 好 高度变成500PX啊 那么的话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如果我不设置的话 它只是 宽度上有动画啊 高度是突然的 是吧 高度是突然的啊 好 我这个时候想做什么动画呢? 想让什么呢? 先宽度变 变完之后再高度变 是这样的啊 那么可以怎么做呢? 那么的话 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动画写到后面啊 在写第二个动画的时候 可以怎么样呢? 写第一个动画 不延迟是吧 我可以怎么样呢? 不写这个延迟的 这个东西啊 第二个动画 这是打个奏号 是吧 那么第二个动画是高度是吧 高度 然后也是一秒钟 是这样的啊 然后再来个意识 是吧 这是缓冲吗? 好 我如果不写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一起动的啊 一起动是吧 好 刷新一下是吧 它是不是一起动啊? 是不是一起动是吧? 宽和高一起动是吧? 好 我想什么 先动宽 再动高是吧 我把高度这个动画 给它来个一秒钟的延迟 是不是可以啊? 来一秒钟的延迟啊 好 我再来刷新一下是吧 先宽 再高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样动啊 这样吧 这样动是吧 好 好 那么这是个什么? 宽和高的动画啊 还可以做什么动画呢? 比如说我这个 我这个background color 是不是可以做动画啊? 也可以做啊 于是我来一个 background color 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来个red 是吧 是不是变红啊? 变红啊 好 变红了之后看一下 那么默认的是什么呢? 它是直接变红吧 是吧 如果不做动画 是直接变红啊 我想它慢慢的变红 可以吧 好 那么可以怎么做呢? 红啊 打个逗号是吧 再来个background color 是吧 G-R-O-U-N-D 啊 然后是color 是不是啊? 然后它也来个一秒钟啊 一秒钟完成 然后也是这个意思啊 我让它延迟个两秒钟 可不可以啊? 两秒钟啊 好 这是不是三个属性要做动画啊? 三个属性做动画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样 这样 然后这变红是吧 离开 好 这变黄是吧 变金色啊 好 这是不是三个做动画啊? 好 这个效果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动画的 它的制作方法啊 就是这个属性上什么? 写完之后什么呢? 逗号隔开吧 逗号隔开啊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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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